建構知識,拓展世界,歡迎來到香港紀錄頻道 從宋教人,王興,孫中山,生平和辛亥革命事業 第二位宋教人之外要講的是王興 王興是被宋教人大八年八歲的 王興和王克強,他是湖南長沙人 和所謂常德桃園接近 王興不同的地方,他有考壽彩,是22歲 同時他也是一個習武之人,分別在哪裡 但是當他25歲的時候,因為他是秀才 受這個湖港總督,張之棟推薦 就入了武昌兩湖孫讀書 也因為如此,當時的衛生變法 他是知道同情的支持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但是在1902年,他就拿公費去日本讀書 於是當時他讀東京運文學院的師範科 同時在日本學習 當1903年的時候,沙俄向清朝提出七項要求 看到他是基於中國東北地區 沙王向東發展的過程 當時的留日學生當然是注意 因為日本的宣傳 因為在過程中,日本也會和沙俄伸手去清領域的東北區 於是當時想組織一些議員隊去抵抗俄國 於是那些留學生想組織一個學生軍 準備去做這個推廣工作 但是那些留學生當然是被清政府監視著 看到這個情形就向日本政府施壓 於是這幫學生改了一個很重要的將來 有十幾年影響力的所謂軍國文教育 造成這個所謂軍國文教育會 之後就用來做一個所謂動員,跟進工作 王興就在之後畢業 但是當他回來的時候 清政府已經對這些所謂參與革命的學生 王興就是諸多留意 而當這個王興回到長沙的時候 他就拿到一個港籍做 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進行革命活動 這個過程中他就是認識了宋教人 於是被冲動成立那個華慶會 他就是當了華慶會會長 宋教人是副會長 另外在上海的都是組織光復會 其實就是活躍於長江中游一帶所謂的推動當時的革命 但是得到清政府的注意就查封他們 於是皇兄也好宋教人也好都是被迫要逃亡 結果在1905年的時候在日本和宋教人一起認識了孫中山 支持孫中山成立所謂的中國同盟會 而當時的皇兄在同盟會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動員參與革命的人和組織武裝起義 所以這個比較你就會清楚知道 皇兄和宋教人在同盟會的角色 其實在這個時候成立已經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一文一武 即是皇兄專門做起義工作 而宋教人就是負責這個法政工作 在這樣的狀況 實際上就是皇兄離開日本之後 雖然和孫中山就這個國旗案就是反面白胎 但實際上就是說 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 在皇兄做了很多關於起義的工作 即式自說 即是說 其實跟著這段時間 看見到皇兄最主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中國境的西南面發動多次不同的起義 但當然就是說 這些起義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很少規模 但是這些小規模的起義的工作 其實是標示了武裝起義的意外 即是大家都會覺得 這種武裝起義這麼小規模 實際上是做不到什麼實際的效果 但是這種小規模的起義 其實就是指示了10月10號 那個意外起義的成功 那當這個10月10號 這麼小規模的起義的成功 當然也是要拜 借這個保佬運動 吸引拉動了 大批的軍隊 就離開了這個武昌 那 致令到這個新軍 在一個這麼小規模的起義 來講 在這個武昌的成功 而這個武昌的成功 其實只不過是 是屬於一個很小型的軍事政變 但是這個這麼小型的軍事政變 是能夠成功一個較長的時間 佔領了這個重鎮呢 而導致整個國家的聲勢 是出現了一個所謂變節的狀況 那基本上來講 就是這種狀況是一種地方的軍事政變 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地方省的首府 於是短時間就變成零零色色地方的變節 雖然大家都看到的這種變節都是屬於突然支持革命的狀態 那就是說其實原本這班人其實都是立憲派為主 只是支持這個所謂憲制的改革 令到漢人可以參政各種狀況 而不去支持革命 而變成在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的成功 令到他們變成這個支持革命 所以王興在這件事上 只不過他一直都是同盟會的起義的教授 於是在10月28日他走到漢口 這樣就變成當時的所謂戰士的總司令 雖然武昌的軍力相對來說都是有限的 但是跟清軍的對峙 而是那個巧妙之處就是清軍 由原實去領導之下的北洋軍 是沒有全力去撲擊 但是看到武漢三陣 原本就由武昌起義軍佔領了之後 當清軍來到的時候 結果失守 漢口漢弱 但是都守著武昌 在這個對峙的形勢之下 黃興就是選擇南下 當10月2日 南京都由革命軍成功佔領之後 於是正式形成了南北對峙的狀況 其實也要問北洋軍是否願意全力來鎮壓 而實際上袁世凱沒有選擇到這樣的做法 形成了南北以和的狀況 在這件事上面 宋教人、陳其美等推動南北以和 當然是黃興都會有參與 多謝收看 請繼續支持、訂閱、跟隨、分享、讚好本頻道 多謝大家